上世纪1970年代初 一个男人的横空出世震惊了全世界 当年李小龙仅仅只拍了四部电影《唐山大兄》 《金武门》 猛龙过江 龙争虎斗 就一飞冲天成为国际级超级武打巨星 一举掀起全球性的功夫和武术热潮 成为世界级文化现象 20世纪英雄和偶像至今无人能够替代 李小龙在大荧幕上震惊了全世界 在荧幕下同样也震惊了很多人 其中就包括香港著名的全能影视人董伟 反正是练武的人吧 年轻人吧 这是文武第一 武武第二的感觉 就见了一次李小龙 没有人可以像他一样夸张的这么有魅力 大家都知道 袁和平被誉为天下第一武术指导 能跟他并肩的人没有几个 而董伟就是其中一个 1954年2月 董伟出生于上海 四岁随家人移居香港 之后就跟随著名的京剧西班师傅 粉菊花学精细与林郑英 孙龙 孟海等人是同门师兄弟 当时长相帅气的董伟专门饰演小生 而长相普通的孟海就演小丑 做京剧 很多时要做很多角色 那我就会是做母生 和他就是专攻小丑 1965年 11岁的董伟进入香港电影圈闯荡 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七七赶死队 里面他有一个喊妈的镜头 妈 只因为哭不出来 被粉菊花老师打了一巴掌 哭不出来 我们师父就一个耳 嘴巴子就上来 之后董伟担任过武师 武蒂 偶尔串演剧中的一些小角色 在16岁时 董伟加入香港著名电影武术指导 韩英杰班底 习得北派功夫 作为林郑英的师兄 董伟当年靠这层关系 是直接与李小龙合作的 同是龙虎武师中的一个 他比做替身的圆滑 做拳把的成龙等 起点高得多 1973年 李小龙的龙争虎斗中 当时只有19岁的董伟 和李小龙有一段一分多钟的对手戏 得到李小龙的亲自指点 可以说是董伟演员生涯的巅峰时刻 而他与李小龙的相识 也是有一段故事的 董伟回忆说 当他初次见到李小龙时 一开始被李小龙 貌不惊人的销售形象所迷惑 或有轻视心态 但接下来 他就被李小龙展示的 惊人武功给震住了 董伟第一次见到李小龙 是由林郑英带他过去 并介绍给李小龙的 当时 李小龙和林郑英 他们刚刚拍完唐山大兄 从泰国回来不久 此时 李小龙尚未真正成名 作为董伟的师弟 林郑英告诉董伟说 他要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给他认识 而董伟对此半信半疑 不过他还是决定要去见李小龙 因为他觉得像林郑英 那么难搞的人 都佩服李小龙 那这人肯定有点本事 你懂的林郑英 好难搞 他说厉害 真的去看看 在香港酒店六楼 董伟见到了李小龙 可是董伟见到李小龙第一印象 其实并不好 反而觉得林郑英的介绍太夸张 只见李小龙身穿一件很休闲的蓝色牛仔T恤 里面配一件白色底衫 一条牛仔裤 而整个人看上去师傅偏瘦 留着落腮胡须戴着一副张网眼镜 所谓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年轻气盛 见过不少明星的董伟心想 是不是啊 这么受 行不行啊 满心的质疑 事实上 他的这第一眼印象 和当初林郑英 陈慧毅 他们第一次见到李小龙时的感觉 是一毛一样的 而林郑英是挨完一脚之后 才扶李小龙的 俗话说 人不可貌相 更何况是人中之龙李小龙 所以 接下来李小龙的一系列举动 不仅让满心狐疑的董伟 惊到大跌眼镜 还当场就让这位 志得意满的年轻董伟 在内心里情不自禁地叫出话的一生 当时 李小龙随手脱下T恤 自信地展示他的肌肉 董伟发觉 脱衣服和穿衣服时的李小龙完全是两个人 典型的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难得一见的高水平健美人士 脱下衣服后的李小龙 可以将他的背扩机拉出三寸半 约十厘米以上 就像蝙蝠下 我们的阔背机可以每边拉出来三寸半以上 那这个一定是令到我们 是真的 哇 董伟回忆说这已经使他吓一跳了 可接下来 他又亲眼看到李小龙 用两根手指 及二指缠做了十几下俯卧撑 今天震荫 你叫他来 两只手指 十二下 董伟说这种俯卧撑 当年虽然罕见 但现在也应该会有人能做到 已经算不是独一无二了 但真正让董伟对李小龙佩服的五体投地的 是他亲眼所见的李小龙演示的另外一个动作 当李小龙做出这个动作时 董伟说自己更被吓到 直到现在他都没有见到有人能做到 有一样东西我到现在没见人做得到的 那个是关乎到身体的柔软度的力度 他说 只见李小龙脚站直 膝盖部弯曲 向下压 立位体前曲 然后从脚尖开始 用他手掌为两尺胯三胯 握成拳头放在地面上 然后下压身头咬一下竖起的大拇指 再站起来 想象一下 就是当你人站直 站直 你护低身 膝头不准弯 然后由你的脚尖开始这样揽三揽 然后摆一个拳头在地下 做个食肢这样 麻烦你蹲下去 跌一跌去 站回身 脚不准弯 到目前为止我没见人做得到 当时 董伟满眼佩服李小龙 他也顺势而然地加入了李小龙的班底 可惜的是就出演了一部龙争虎斗 就听到李小龙离世的噩耗 这也让当时香港影坛和武行界 都陷入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局面 后来还是洪金宝组建洪家班 才打破了这一僵局 林郑英和董伟等人 也是在此之后加入了洪家班 董伟身高不高 但身在长相清秀 虽然年轻时作为演员 也参演过许多影视剧 可没有像同时期的成龙 袁华等人那么成功 让人印象深刻的 可能与师弟林郑英合作的人下轨 和洪金宝合作的肥龙功夫精等少数作品 而且让董伟斩路头脚的 并不是洪家班的电影 而是1981年香港无线电视台 推出的电视剧 英雄初少年 董伟还在里面设计了不少精彩的武打动作 这也不是董伟第一次指导武术 早在1976年 他就代表洪家班去台湾设计武术 当时因为年轻 个子又小 董伟还被柯寿良嘲笑 可能柯寿良也会没想到 这位瘦小的年轻人在以后获奖武术 迄今为止 董伟一共获得过六次最佳动作指导奖 与袁和平并列第二 仅次于成龙和他的成家班 但董伟又和他们不太一样 他是全能型的 他任何电影都能指导 像和周润发合作的英雄本色 林郑英的林焕先生 李连杰的杀手之王 刘德华张学友的望角卡门 赵文卓的刀 陈坤周迅的画皮 王宝强的一个人的武林等等 枪战 僵尸 文艺 武侠 神话 战争 甚至奇幻片 董伟都能满足导演们的拍摄要求 不过 这位被影视业界称为天才动作指导的董伟 多少年以后的今天 在谈及李小龙的功夫和他个人魅力的时候 仍然是钦佩不已且自愧不如 但董伟也会感谢李小龙 因为到现在人们都还以为他是李小龙的师弟 这名声早年对他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